來到家電展 當然也要搶搭6千塊商機 像這樣子的小家電業者也推出組合 只要6千塊讓你全部帶回家 32寸電視家電扇原價近萬元 甚至是製作美食的蒸烤盤 搭果汁機再送循環扇 原本11564元 每個組合只要把一人份的6千元 拿出來就可以帶走 65寸的OLED電視 買個電視之後可以補個6千的 稍微折一下會比較不會那麼痛 電氣冰箱跟洗衣機 會拿6千元來這邊補助一下嗎 不會 一定會 再往另一家看 大大看板寫下6千放大數 要先吸住消費者目光 通通都砍架變成6千的倍數 像是這台觸控洗衣機 變成6千的三倍1萬8千元 而三門玻璃冰箱 直接砍架1萬多只要3萬元 6千商機助攻下 確實詢問度明顯提高 小小姐就問說 請問你們這邊有什麼 那我跟大家介紹 我這個電視啊 洗衣機 這一天的話 我們已經預估 大概成長 28至30%的業績 65寸又4K的 各家宣傳都可見6千字樣 也有65寸電視先砍半價賣 近5萬就能帶回家 再多送6千元的超商商品券 寄出6千商機花樣多 同時再搭上政府太舊換新 買一級能效冷氣 冰箱每台補助3千元 截至14號為止已經申請28萬台 20億預算額度用掉43% 預計今年夏天就會用完 今初換購意願 業者紛紛拋出優惠 民眾精打細算 要讓6千效益 發揮最大化 特別新聞聯制就有現在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